接下来全球现场关注美军最高将领 公开表示美军绝对有能力在应要求时出面来捍卫台湾 但是他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在未来24个月之内武力犯台 更多的详细的内容我们时间交给欣怡 好来看的是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粒 先前被踢爆曾经在前总统川普即将卸任的时候 两度致电大陆解放军高层保证美军不会向大陆开战 现在米粒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 针对NBC晚间新闻主播的提问 米粒回答美军绝对有能力在应要求的时候 出面捍卫台湾抵御中国大陆的攻击 我们先来听听米粒的这段谈话 我们有能力阻止台湾 但是米粒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在未来24个月内武力犯台 米粒还说美国国防不会捍卫台湾这一点无庸置疑 他也说美国深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旗舰 可以根据两岸人民的意愿予以和平解决 那么美国只对和平的结果感到兴趣 接下来听米粒针对中国大陆武力犯台的时间表 他的谈话 而接下来美国公布了这份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也注意到了 美国国防部公布2021中国大陆军力报告 里头分析了中国大陆核武发展的进程 说大陆2020年有200枚核弹头 2027年将增加到700枚 到2030年更可能拥有一千枚核弹头 报告中分析中国大陆扩大核武库的速度 比预期的快的多 报告也指出中国大陆正在投资 而且扩大陆基海基还有空基核运载平台的数量 同时建造必要基础设施 也支持中国大陆的核力量大规模扩张 美国国防部强调大陆正在建立核三位一体 就是从陆基弹道飞弹 前射弹道飞弹 以及空中发射的飞弹 携带核弹头的能力 企图拥有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战力 而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则回应 美国最近非常担心大陆增加核力量 美国不断地认为就是用卫星拍摄的一些 大陆西北建设项目是弹导弹的发射井 环球时报就声称大陆的核武库的状况 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 美国根本没有关于大陆核力量建设的确凿情报 更没有围绕核武器对大陆进行实质施压的手段 指出大陆有多少核弹头 美国只能瞎猜 而现在在最近 在今天早上 CNN也最新的报导 来公布这个美国国防部的 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 我们来看看CNN怎么提这项消息 美国同时回应的还有 伊朗的部分 因为伊朗核问题的首席谈判代表 推文宣布已经同意 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 将在11月29号 在维也纳展开谈判 伊朗期盼可以解除这些违法 而且又不人道的制裁 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则是回应伊朗 说如果伊朗代表的态度 是认真的话 那么协议很快就能敲定 各位喜欢全球大事业的观众 全球大事业粉专全新上线 新全球大事业影片 最犀利的国际新闻观点 全球大事业粉专通通能满足 现在只要在脸书搜寻 全球大事业或者是CTI Talk 就能找到全球大事业 官方粉丝专业 欢迎按赞追踪 加入全球大事业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追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